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菜来喽 爆炒羊肉 吃吧 妈 您现在应该多吃羊肉 补补气息 好 清炒苦瓜 爸 您现在要多吃这个苦瓜 能清清火气 好 我是该将就火了 猪脑汤来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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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您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 要喝这个猪脑汤补一补 你说我这什么记性啊 我把那个忌口给记成喜欢了 这 没事儿嘛 老婆这是你的房间啊 老婆 你的房间布置都好温馨啊 果然是我喜欢的风格 是吗 老婆 那些书都是你看的吗 也是我喜欢的 没想到 你的兴趣爱好这么广泛 是吗 老婆这些都是你亲手画的吗 真的很有意境 一看就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我能不能带走一份 挂在咱们家墙上 应该是不能吧 这个手画得也太好了 这个画得很一般 画不是很好看吗 带走呗 挂在咱们卧室 咱们家卧室不适合挂画 看的几本书 你不是喜欢吗 不用了 那些书我都看过了 而且我怎么觉得 这个房间有点怪我 我不喜欢 还是到你的房间看看吧 他是谁啊 他是 从小到大呀 温馨就喜欢跟我比 越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还真是有缘 事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子光 他是 一位十分优秀的童子人 你们俩以前在一起过 他跟我曾经 我和你呢 可惜他觉得我 我觉得你 算了 正就没能走在一起 不吃也罢了 所以说 你现在还放不下呢 没有 谢谢我不想说这件事情 你们先走好不好 你先走吧 我还想和苏先生聊聊 好吧 你好 你好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会 逻辑自强 你好 不加微信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误会了 小姐 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一直看我 现在用这样的方式 跟我搭讪 还说我误会 有病 手段还不如温柔一半的 陈总 不好意思啊